昨天一整天今天動地 今天公布確診29例 雖然有點恐怖 但是沒有比昨天還恐怖 只是29例是真的嗎 其實不只29例 怎麼說 還有很多要等到明天才公布 來看一下總統府的員工 是確診者 接觸者被隔離 在今天終於證實有這個事情 但是指揮中心說 這個確診個案是要列到明天的 還有包括彰化 有發生有這個媽媽跟姐姐 有到萬華去 也確診了 指揮中心說 這也是要算到明天的 怎麼都會算到明天 那如果這些人加起來 到底是多少 還有其他人嗎 來聽一下他們的說法 一稍早傳出說 在彰化縣有出現兩個病例 請問這樣的訊息是否正確 昨天晚上的六點以前 是公布今天下午的一個個案 那從昨天晚上六點到現在 他其實會有可能會陸陸續續的 確診一些個案 剛剛問的這張話 就是應該是屬於 我們明天要公布的個案 知道說有可能是跟萬華的這個有關 總統府有人員匡列 然後現在狀況如何 有關總統府的這個個案 他應該是這個 這個應該也是我們明天 會公布的個案 他的一個接觸者 那目前 所以他並不是確診的個案 其實我覺得這個標準有點 讓人家摸摸摸不著邊 因為包括昨天和平音樂 昨天CDC是在晚上九點的時候 跟大家說他們有兩個確診 可是按照這個標準 如果昨天晚上的六點是截稿時間 怎麼會列在今天的確診名單裡面 那個標準到底是怎麼樣 還是說這個知識體大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及早列 那為什麼跟彰化跟總統府 這一些有關的個案裡面 標準會不太一樣 那另外一個今天又迸出了很多訊息 我們現在變成從媒體裡面 從民間社團的這個消息裡面 都跑得比CDC還要快很多 所以今天最新的是松山 這個三種醫院的松山分院 好像也傳出確診了 而且台北市政府跟CDC 在下午的時候都已經有證實了 那聽起來是有點恐怖 因為包括在板橋有一個國中 這個一名國三生確診 那比較害人的是 大家都說他生活非常單純 我想應該他應該也不會去 不然的電子遊樂場 然後應該也不會去萬華的阿公店 他應該也不會去諾富特 所以他說他連晚自席都沒去 都在家裡面還有學校 非常的單純 所以這個學生他到底是 從哪一個地方傳的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獅子惠現在狀況很多 這個獅子惠成員案1229 他住高雄女兒 這個有點糟糕的是 因為他謊稱他的女兒住在國外 後來沒想到他高雄 而且是母親戚的時候上來新北 聚餐一頓 就確診了 然後造成說高雄也很多店家 而且高雄現在也很緊張 他說南店北宋 你現在變成說北義南宋 店送給你們 你送給我病毒 現在高雄也開始不高興 那高雄有兩個學生遭到隔離 那兩班停課 那昨天又傳很多很多很多消息 有人被隔離 那是不是要早一點 不要再拘泥在前一天晚上六點 截稿之後的 你就要在另外一個時間來公布 可能民眾可能要提心吊膽 因為現在狀況又那麼多 獅子惠特別告訴大家 不要再取那些封號 什麼獅子哥 獅子惠什麼 因為他說他們已經捐了兩億元 這些媒體都不報導 都不青睞 不傳播 可是出了這個疫情 你就一直講我們 說我們做了那麼多善事 可是不要再汙名化獅子惠 可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這一掛 那現在還有一個最新的狀況 是昨天講到和平醫院 現在大家很害怕 因為18年前SARS的關係 有那個陰影大家會擔心 只是說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像是這個差異館的板娘 他5月4號發燒到診所就醫 5月9號到和平醫院就診 5月18號擴到採檢 5月13號確診 那69歲男的聽說也是跟萬華 是相關的 5月4號住到和平醫院的重症病患 5月9號轉到一般的病房 5月12號說他去過宜蘭的遊藝場 5月13號確診 可是大家現在比較追究的是說 包括宜蘭跟新北的這個醫生 都很敏感 敏感度很足 所以他一口氣就揪出了 這一些群聚的狀況 但是這個和平醫院 他本身是收治這個相關病情的人 怎麼敏感度反而比較低 那最低最低的標準 應該是在5月11號 各地都發生 這些不確定的病因的時候 他就應該至少在11月就要開始 11號這一天就要開始查了 大家擔心的是這個地方 只是說柯文哲現在補破網 他說因為他擔心在萬華那邊 可能有外勞去拍探 他沒有身分證 他也不願意曝光 所以他說要頒特色令 可是我在想說市長有特色權嗎 而且我覺得外勞可能 因為他們就是我們國家資訊上面 比較邊緣人 他可能也聽不到市長 所謂的這個特色令 這一些是大家非常擔心的 賓哥你怎麼看這些疫情最新的發展 我先就特色令來講 當然今天剛剛我在友台 間隔我們王世堅間間隔跟我講說 這是跟中央防疫指揮中心商量過了 說要頒這個特色令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怪 就算是防疫中心指揮官有特色令 他有這個權限嗎 好像也是沒有 你跟移民局還有相關的這些單位 有沒有談過 配套的措施到底是什麼 而且我們到底有沒有法 我當然是支持 我鼓勵他們出來 只是說到底有沒有法源 對 因為你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法源依據 你禁制這樣貿然這樣公布之後 你這樣子會害了基層執行的 公務人員可能違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仔細考量清楚 我在想說可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是 當然我也希望能夠 如果能夠這樣 能夠鼓勵踴躍的出來篩選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相關的法源請大家要搞清楚 然後我覺得現在整個事情 最讓大家覺得很糟糕的是 全民大家都已經覺得很擔心了 可是你的防疫指揮中心 還是像老牛拖車一樣 每天反正我們的防疫中心記者會 就是每天下午故意兩點開 時間如果太晚明天請早 就這樣這個太奇怪 你又不是開門做生意的 你是負責要告訴我們最新的 防疫動態不是嗎 不然開了記者會幹什麼呢 其實以前也曾經過晚上 十一二點再開記者會了 現在情況比那個時候還要緊急 為什麼不能夠恢復以前的 動態開記者會呢 一定要到下午兩點才開嗎 因為我們有法律規定 你要這樣做 所以要整個跟上來 不要再搞這種笑話 也許說你某一些個案 現在資訊還沒有那麼充足 還沒有那麼詳細 可是你可以先告訴我們 大概在哪個區域 讓當地人 不然地方政府也好 當地的軍民也好 之所防範嘛 這不是你最起碼 可以做的事情嗎 那再來講到獅子會這個東西 我必須說當然這個會長 前會長是無辜的 因為他也不知道自己染病 他也是被傳染的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又傳出一個新的例子 你知道這其中有一個 被他感染的人 就去參加了一個 那個新北的那邊有一個 B1區那個前會長大會 結果裡頭全部都是會長 那現在那邊坐棋桌 然後全部都是會長夫妻 現在不知道到底會怎樣 所以你因為現在疫情 牽涉到你們 大家也不是故意要提醒 這跟你捐起 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是既然是從你們這邊出來 大家要追究 當然會從這邊追究起 我覺得你也不要擔心 因為沒有人會歧視你們 好 其實我覺得 剛剛賓哥講到 現在感覺好像沒完沒了 可是指揮中心的態度 會讓人家覺得有點奇怪 在陳時中在5月12號說 很可能會進到第三級 可是一講話出來說 大家很震驚 當天10點半的時候 記者邊問邊讀 他就說不會 那5月13號的時候又說 離三級的警戒 離得遠一點了 其實他希望讓大家 不要那麼緊張 可是當你現在疫情這種狀況 到處都還看不出尾端的時候 看不到有這個尾聲的時候 你那麼早的去安撫人心 其實反效果就是 那我到底是要相信你現在是緊張 還是現在是不緊張 你要怎麼拿捏民眾 比如說如果說 我可以離我們三級不遠了 我覺得這個說法 可能大家會說 好 讓我接下來 是不是我要加強做好的防疫 那該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不要為了宣傳而宣傳 所以現在看到我們今天 最新的公布已經到29例 那有7個是代曹 還不知道他到底 跟誰是有關聯的 那其他包括這個獅子會 在這個地方已經又多了5位 萬華的話多了16位 這個宜蘭的百家樂 又多了1位 那林氏璧也告訴大家有一個 因為昨天指揮中心一直說 他們的這個基因定序 是一樣的 那媒體馬上就做了一個連結說 我們找到源頭了 大家不用擔心 已經找到源頭了 但是有很多專家 像林氏璧說 基因的定序一樣 跟找到源頭是兩回事 然後但是有沒有 就有點好像 這個習慈年年的狀況 那總統也告訴大家說 大家對防疫有警戒心 稍微有些鬆懈 這個就跟蘇貞昌用字一樣 蘇貞昌呼籲全國的民眾 要收心了 很多人不高興 當我們疫情好的時候 就說有政府會做事 總統好棒棒 行政院長好棒棒 當疫情不好的時候 都是你們民眾做不好 來聽一下這一段 不過最近我們也注意到 大家對防疫的警戒心 稍微有些鬆懈 同時呼籲國人同胞 大家該收心了 該嚴謹的面對 興起的疫情 蔡總統領導下 不但成功防疫 而且我們的經濟成長 也是全世界極少數人 成長的國家 有功都是蔡英文的功 有過都是民眾的過 朱大英怎麼看 這件事情講起來 有點悲涼 就是我沒有想到 半折直樹的場景 甚至在台灣的政府實際上演 就只要有功就是上司的功 那只要有過就是下屬要悲 那我們坦白講 這個藥中應該記得 陳時中在面對質詢的時候表現 其實前幾天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就講過 顯然他慌亂 顯然他一時之間 我覺得第一天 加期的時候超慌的 而且現在 那個狀況並沒有改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說過了 你要宣布政策 絕不宜在立法院 接受質詢的時候講出來 因為是立委主導 跟你平常應該要 威威道來按部就班 那個講不一樣 所以當你一丟出來之後 1400一點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 因為大家突如其來被告知一件事情 沒有前言沒有後語 那你覺得大家要不要避惑 好了 那後來 現在你看到的狀況 其實大家認真的注意去看 陳時中在記者會中的表現 就是他顯然很容易謊神 就如果我跟這個藥州 我們兩個問問題 一問問一分多鐘 然後再問說 請問最後怎麼樣 他說你前面講什麼 對 那我們這樣講 就是看起來他真的累了 而且這一波範圍太大 沒有辦法得到精準的結果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說 但指揮中心引用數據 必須要小心 小心是什麼意思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基因定序是同一個病毒株 可是不代表你中間的 每一個傳染過程都已經確認了 你只能確定我跟謝耀州 同一個病毒株 可是你怎麼知道 中間有沒有葉原資 可能是原資傳給我 對啊 那可能是我傳給葉原資 可是當葉原資還逍遙法外 在外面到處亂跑的時候 那個傳染源就沒有中斷 他就變成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對 因為那是隱形傳染者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 像我們前面不是有講到 這個板橋的高中生 國中生 國三生 他生活非常單純 你說他的基因定序 跟他們一樣 但問題是根本就不知道 誰傳給他 是 這難道不是一個警訊嗎 這就是危險的地方 你知其這個所以然 但是不知其為何所以然 那這個就是有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中間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好 你看 糟糕了 我也慌亂了 你就是3Q哥聊太多了 對不起 我是上下降了 所以這個狀況 其實沒有那麼應該放心 沒有說我找出基因定序 我就放心 最後我還是補充一下 這個關於疫苗我覺得 不要太樂觀 雖然總統講的 總統不是說7月底 國產就出來嗎 可是全世界狀況不是這樣子 又有疫苗原料管制 又有疫苗生產速度的問題 又有疫苗的專利權 到底要不要開放的問題的時候 總統講的東西 當然我可以理解他要安撫人心 可是你也跟著要相信的話 你是不是就太過鬆懈了 就像總統講的 鬆懈都是我們的錯 那如果做得好都是他的對 所以我們千萬不可以犯錯 我們不要隨便鬆懈 剛剛朱大獎說陳時中已經累了 其實連這午餐都被拍到他打盾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